两名本地的消费者分别服用了两款产品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卫生科学局呼吁公众 不要购买或者服用 这两款含有强烈成分的产品 经卫生科学局指出 一名60多岁的妇女为了舒缓关节疼痛 在服用从马来西亚买来 这款声称含有天然草药的产品之后发现 一旦停用或者是减少服用产品的剂量 情况就会恶化 当局的化验发现 产品含有类固醇地塞米棕 和抗生素四环素等六种药物的成分 另一名消费者在服用 从社交媒体平台购买的这款 泰国减肥药之后 出现了失眠 头痛和意识模糊 当局检验之后发现 这款产品含有违禁的药物 西部取名 当局警告 长期服用这款减肥药物 可能导致心脏问题 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 严重的健康问题 当局已经通网上平台合作 撤下有关产品并对卖家展开调查 感谢观看